中山溫泉 是中国第一间投入使用的 中外合作旅游酒店 到现在已经营运了超过40年 邓小平亲自提写的宾馆名 一直都是中山人的骄傲 在1980年12月28日 已经事业开张 开张那天 中央的同志、省的领导 和市的领导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那里 霍英东先生发了一言 他很感慨 他说意想不到 在这么短的时间 在用这么少的资金 就把这个宾馆建了出来 这是中国的速度 亦是亚洲的速度 霍英东先生 是中山温泉宾馆的创始人 作为改革开放之初 第一批离内地考察的港商 他对于家乡的建签 始终保持一份赤子的情怀 我想可以说是第一批进去 我想大家知道 香港时候和内地的差别比较大 特别是香港人 和广东人都家乡观念 看到两地那么大的差别 可能是有点 和家乡做些事情 改革开放初期 就在中山温泉旅行社工作的吴丽文 亲自接待过来这里的霍英东先生 也是中山温泉崩馆成立 和发展的见证人 因为当时他来中山考察的时候 住在石崎139招待所 当时那间招待所是两层的砖木结构 上面单一个工凉的地方 服务员就要一手玩一桶热水 就要一手玩一桶热水 给它一个壳,你自己搞定了 所以早期大家知道了 你希望外面的人来 特别因为差别那么大 最重要的是交通、接待能力 早期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合作 霍英东联手何言 马曼琪等澳门商人 投资4000万港元 兴建附设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的 中山温泉崩馆 开业时轰动一事 对于当时的内地民众来说 浸温泉、高尔夫 代表一种民所未民的生活方式 令人向往 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领纳特色 有中西合璧的气味在这里 房间里面的所有设施都是参照 国外的升级酒店来摆设 来装修的 加上我们独特的园林气息 所以这间宾馆在当时来说 轰动了全国 也有很多的市民 慕眉而来 看看究竟你中山温泉宾馆 开放改革 搞到什么出来 我觉得中山温泉 其实它是一种历史见证 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一种见证 这件事发生在40年前的事 中国刚刚走出文革 和四人帮的阴影 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 香港70年代经济起飞 被列入亚洲四小龙之一 但是亦面临人力和市场的樽颈 历史为内地和香港 同时带来了机遇 第一个去内地办厂的 是香港商人曹光彪 他就写了一个计划 说能不能就是说 有一工厂 让我们用国外的办法来经营 来管理 所有的投资都是由我们 在国外拿进来 然后在国内就是出地方 能源还有就是功能的劳动 那么经营所有的原料 就是我们用进来加工以后 我们报销 那么中间之间的差距 就用来还长投资的金额 这个逐渐摸索的模型 后来被称为三来一宝 成为改革开放初期 外商投资的主要模型 曹光彪投资兴建的 珠海香州模仿厂 是中国第一间三来一宝企业 有外资可以在里面建工厂加工 在改革开放初期 港商扮演了托方者的角色 据商务部的统计显示 港澳投资曾经一度占到内地 吸收外资总额的80%以上 而他们带来的除了资金 还有更宝贵的技术、信息、管理方式 和国际视野 那么从香港的好处 它有资本、它有管理的制度 它有企业的精神 把它带到国内 国内有的就是人更低 那么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互补 这间创立在1964年的香港玩具厂 也是80年代初 去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之恩 回想创业之路 企业第二代掌门人梁忠明仍然认为 80年代将工厂搬回去老家东莞 对于公司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开放了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我们怎么样打造我们自己的 一个产业的发展落地在中国 所以这个我们是坚信我们的信念 所以就做出了第一步 1980年代 香港和朱三江前店后厂合作模式 逐渐形成 内地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 商产商品 经香港转口世界 香港经济也实现升级转型 因为本身香港就有这个优势 香港重新做技术的 重新做技末的 或者是宣业的 都有这个基础 那我们作为危机企业 到了中国以后 那当然也得到了 当地政府的一些支持 或者是我们更融合 在这个产业的发展 中国整个地方 还要跟全世界接轨 我觉得在这个接轨的过程中 香港可以有一个角色 四十年风雨历程 沧桑巨变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每一步 都留下了深深的足印 在中山温泉宾馆 到现在还保留着 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 1984年 邓小平先生 当时是爬过 下山回山 说过那句不走回头路 那句话 1984年初 80岁高龄的邓小平 第一次南巡 下探中山温泉宾馆 一号别墅 八点来九点钟 他就开始上山 走上去 上到差不多十一点钟的时候 我们老总就叫他 接回走 但是他老人家说 我不走回头路 那这句话 实际上就坚定了 我们改革开放的信心 和决心 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 港澳所处的地位 是独特的贡献 是重大的 所发挥的作用 是不可替代 把日本的国家团结束 比如说 突然觉得不是防御建设 中国开放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接轨的国情 上海可以有一个讲述